我覺得即使他不理會 即使他通過 香港人顯示了這麼強大的反對意見 我相信中央政府一定會考慮 將來如何處理這件事 還有全世界會看著香港 所以今次出來走 一定起碼對著自己的良心有用 還有對將來香港 不要這麼快變壞 也很有用 你覺得中央會否因為人數 接觸這個修正 其實不一定是人數的問題 是根本是全香港 不分階級 不分所謂背景 所有的專業界 差不多絕大部分香港的精英 都是反對這件事的 所以你如果 陳文敏沒有 陳文敏沒有 絕大部分 我覺得如果是中央 他是想香港繼續對國家有用 他不可能不考慮 將來他怎樣處理 現在逃犯這個問題 現在的時代是否陳文敏有多間才可以殺停到林鄭一 林鄭一 其實我覺得 特區政府特別是特首 他是有責任 是向港人負責的 這是基本法 他的憲制責任 直到今時今日他其實是失職的 我希望今次的遊行令到他反省 基本法雙負責 他只是向中央負責 而不向港人負責 是否應該要改變呢 謝謝